许四哥是什么 放开我女朋友 什么你女朋友 不是女朋友 对 不是女朋友 是未婚妻 谁同意的未婚妻啊 黑人同意 好 那我现在就取婚 我条件这么好 她一定会答应我的 祖孟 放开我 你先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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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行了 停 三二一 一起放 好吧 三 二 一 captions 好了 唐薇薇 你敢去相情死定吗 薇薇 我跟我妈仔细商量过了 我们都感觉 你还是一个 比较合格的 结婚对象的 请俭持家是美的 我怕是坐公交吧 不是这辆车 现在是 唯 唯唯 唯唯唯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生活一点计划都没有啊 昨天你爽约 今天你又随便改行程 我这午餐券可都准备好了 这可是免费的 今天就过期了 那我们下一站下车吧 下车 我交的可是全城的钱 师傅 就跟着前面的辆车 我看了一眼 这班车的终点站呢 是温泉度假酒店 那边有一点贵 鉴于我们第一次见面呢 我感觉我们还是AA吧 先生 第一次见面 就约温泉的话 不合适吧 合适啊 这有啥不合适的 这样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 相亲对象是个奇葩男 江湖救急啊 亲爱的 我来了 哎呀你别发微信了 我是个正人君子 可是你 别有什么花花肠子啊 女士 女士 您的手拍 谢谢 这是您的 葳葳 欢迎光临 这些是我们店的网红新款 小姐姐身材这么好 你要试试吗 我看看 好 这一看就不是好人家女孩穿的 多么伤风败俗啊 葳葳 你看这件 挺适合你的 美女 这个多少钱 呃 这件是一百八十八 就这么几块 泡泡这么贵 能给我便宜点吗 这个已经是最低价了 真的不能再便宜了 喂喂 快算钱赶紧的 喂喂 我给你买了件泳衣 要不 我们今天还是别泡温泉了吧 我票都买了 不泡温泉多亏啊 以后我们结了婚 你可不能这么败价 打住 结婚 结婚 谁和你结婚啊 天然大人死绝了 葳葳 有没有想我啊 你谁啊 我 葳葳的闺蜜 李响 唐葳葳 以后离这种不三不四的女人 远一点 我不三不四的市场还挺好 你人五人六的 怎么出来相亲啊 你是不是不知道自己是哪个类型的垃圾 需要我帮你分分类啊 你说话给我注意一点 女人的事儿 你一大男人瞎唱个什么呀 你 走 我们盼完全去 我先走了 走走走 你说这人 会不会治理有问题啊 该怎么说呢 那要看是液体之力还是晶体之力 如果是液体之力的话呢 求你唐老师放过我吧 我不想当女博士 也不想被科普 嗯 你知道我的 习惯性背书 唉 这地方真好啊 就是离市区太远了 也就你们高知才这么有闲情意志 还不是怪凌然 一直追着 我才躲到这里了 对了 同学聚会就这两天啊 你别忘了 我 嗯 唐小姐 公共去有贵宾找 贵宾 谁啊 这边请 人灯 刚刚还在这儿呢 你怎么在这儿 给你补个生日啊 还有 今天不是愚人节 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你去 你在干什么啊 我 放开我女朋友 什么你女朋友 不是女朋友 对 不是女朋友 是未婚妻 谁同意的未婚妻啊 黑人同意 好 那我现在就去婚 我条件这么好 她一定会答应我们 做梦 放开我 你先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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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行了 停 三二一 一起放 好吧 三 二 爷 你们居然骗我 汤 我那 梨阳 我带你去买药 快 没事 快再借着一下 你们给我站住 你们居然骗我 哎 哎 欺负巍巍的臭男人 早就看你不双眼了 太过分了 你们 快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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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过敏了吗 还这么精神 我说了我还能坚持一下 你骗我 你骗我 我没骗你 我 就是你看不出来 我看看怎么样了 哎 好了 昨天呢 是我搞砸了 你不要生气了 今天正式给你补上 生日快乐 身边的这个 是小我六岁的弟弟凌然 他五岁那年 父母被调往国家重点科研 项目进行研究 我爸光荣接过了照顾他的任务 我几乎是看着他长大 他每年都会精心为我 准备生日告白 然后再亲自搞砸他 因为他乳糖完全不难受 这么多年医生看了无数 却始终说一切正常 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对糖恐惧 与普通的青梅竹马不同的是 我们间隔了整整六岁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孽缘吧 你呀 以后你就别再去相亲了 我看就你这条件 你能找到什么样的好人 你管好你自己 怎么了 这女人年纪一大呀 是不是脾气又特别不好 你 我打死 不对 你怎么有时间来这儿 你不用上课吗 你怎么一天到晚 跟我巴姨一样啰嗦 你真的是 巴姨搞科研 为国家做贡献忙啊 我只能替阿姨照顾好你 谁要你老是那么不懂事 那够我明天的饭吧 我不是 你不吃 我啊 回来了 今天主任发现你依旧没来 脸都绿了 嗯 连掏两天系主任的课 你不想毕业了 你懂什么 主任那儿啊 只要我能交上一张 全国赛金奖的话 他立马就能消气 我虽然失去了两天课 但是 我完成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什么呀 对了 今天杂志社又报道出 山道赛车场和车场老板 三分二十三秒记录难以程度 号称你是距离职业最近的选手 现在外面都对你充满好奇 削尖了脑袋想采访你 我跟你说 明天你帮我个忙 你去跟这两家杂志说 让他们以后不准再报道我任何东西 不然我告他们齐全 为什么 别人求都求不来 你是想到时候闹得人尽皆知 唐薇薇知道那得追杀死我 他如果知道我还玩摩托车的话 那我们只能兵仪馆见了 这都什么年代了 一个邻居姐姐的看法 不用这么在意吧 你懂个屁呀你 他很好奇 会发现你 改头像了 莫菲 我跟你说 算了跟你说有什么用啊 你也没谈过恋爱 跟你说也是白说